那個獎者生活津貼的資產上限增加了 那如果你是單身的話 你只需要資產不多過32萬9千元 你就可以申請的了 那如果你是有家庭 即是夫婦一起申請 那你的上限不超過49萬9千元 也都可以申請這個放寬了的獎者生活津貼 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我們待會都可以幫你拿下你的資料 我們幫你去申請也沒問題的 最後一個網就是可以申請縱緩的 縱緩它的金額再多些 包括有一些房屋津貼 還有去政府醫院看醫生 公立診所看醫生是全面的 其實我們其中一個意見 就覺得申請長身中的那些 都應該要全面看醫生 現在你譬如你政府門診 收人幾十元 收來做甚麼呢 一百元吧 現在門診 覆診幾十元 急診室又說要加價了 這個我們都是反對的 很多人都說反對 好 那還沒有其他人的意見 好 後面那位小姐 謝謝你 陸議員你好 我是一個青年人 我比較關心青年的事務的 我想問未來這個施政報告 對於青年就業 或者是我們買樓方面 會不會有些新的一些幫助 或者在工聯會方面 對於青年事務方面 會不會有些 對政府會有些建議 其實這次政府在青年事務那裏 其實就不是說一個太多的著墨 不過是幾點的 一個就是那個 它會注資到那個叫做 持續進修基金那裏 那裏有十億的 不過我們那家持續進修基金呢 其實就不是很持續的 什麼叫持續呢 就是你一個人去讀書 不會讀一次的嘛 現在持續進修只有一萬元 是吧 下前下去申請 那其實叫一炮過 進修基金我形容是 榮不扶實 那我們要求要加碼的 就是進修呢 其實對於年輕人來講 或者對社會來講 是一個投資來的 現在你學一門技術呢 其實幾年就可能會out的 那所以呢那個持續進修基金 雖然是致資了 那但是我們希望呢 同時放寬那個申請資格 那房屋的方面呢 那政府在過去幾年呢 就的確都增加了很多 其實它開發了一些 即是嘗試去增加土地供應 但是始終土地供應呢 講的是三五七年的 那所以有些東西呢 現在都是增加了 但是你說是不是很明顯呢 不是的 同時間我們看到呢就是那個 租金呢就貴得很厲害 租金貴得很厲害 那我們提出的其中幾點呢 除了你說要增建公屋啊 居屋啊那方面之外呢 有兩點的第一點呢就是 要有租金津貼 如果一些人輪候了超過三年的公屋 還未上樓 因為三年上樓呢 政府的承諾來的嘛 你履行不到承諾 是不是應該給租金津貼人家呢 這個第一點 我們工聯會的訴求和意見 第二點呢就是 那個居屋的售價 那現在在附近呢 彩虹呢 都有一個新的居屋樓盤 會推售的 這個月 那要七千元起標 一尺哦 那七千元一尺 那是不是還是那些 居屋應該定的定的定價呢 是吧 當然啦 你說住到煤窩便宜一點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住在煤窩嘛 那所以居屋定價那裡呢 我們要求呢 都要有個檢討 要不就像梁正先生說的呢 他呢 不過他這個呢 就只是提出那個概念 就沒有具體的 他就說希望興建一些 成本價的居屋 什麼成本價呢 那根據現在呢 公屋的興建的成本呢 大概是二千多元一尺 那那二千多元一尺 買回來呢 那譬如四百尺來講 一百萬左右而已 那年輕人都可以 就是負擔得到啦 那在一個發展的機遇那裡呢 那還有很多是一些的就業 和進修的政策 那政府呢 就前年開始呢 有一個叫積學創前路的計劃的 不知你有沒有聽過 就是呢 和那些商業機構合作呢 就政府呢 就出一部分的錢 那呢 給那些商業機構呢 就是 出糧給年輕人 就一路上班 一路就上學 先就業 就後培訓 那完成了之後呢 就可以繼續在一個行業上做 那但是呢 我們現在發現呢 有兩個問題的 就是這個 積學創前路概念是好的 可以上網看看 積學創前路 但是一個問題就是 那個涵蓋的行業太少 現在只有六千 六個行業而已 那第二個呢 就是有些行業出到來呢 他乘落的工資是做不到 那變相呢 就是政府呢 就貼錢給人呢 就是 做了一批學徒 但是那批學徒做完 學完東西之後呢 就沒有留在那個行業那裡的 比如以這個零售業來算呢 他完成了計劃之後呢 留在那裡的人呢 就只有幾十人而已 那個比例是很低的 那這一部分呢 都是我們覺得 其實積學創前路的概念是很好的 就是一種是 新時代的學徒制 那是一路學一路做事 還可以拿到一些 就是受認證的證書 我的形容就好過呢 本來的概念呢就好過你花幾萬元 去讀一些什麼 Ivy啊 或者不要說不要說Ivy 可能這樣說的不是很好 就是可能你花很多錢 去讀一些呢 不知道有沒有認受性 或者不知道有沒有用的 專上課程 那那種模式呢 就是你一路上學 就一路呢 就政府和僱主給你錢去讀書 又一路上班 那些工呢 有成都接近八九千元 但是翻一半時間而已 可能是翻三日學 不是翻三四日工 又翻兩日學 那樣的 那但是這些計劃 我們希望就再推廣一下 好 看看答不答到那個問題 那還有呢 你說年輕人那裡 我剛才說的那個 我自己對那個科技園 那河套區的科技園呢 我自己很有期待 我除了立法會員之外呢 我過去呢 都是在元朗區議會那裡 都跟進了很多年的 這個河套區 它是在元朗區的福源裡面 那如果那裡真是 就是事成了的話呢 其實對於我們 因為現在內地呢 譬如深圳呢 它那個創新科技佔的GDP 去到十幾個percent的 那香港呢 只有那幾個percent 低到很低的 就是能夠永遠呢 我們年輕人呢 就是香港不是做物流 就是做地產 不是做金融 不是每個適合做這些工的嘛 是不是有些人真的有創意的想法的嘛 那這些行業呢 創新科技啊 或者文化創意這些行業呢 其實都是要 我想最重要年輕人那個所謂幫他呢 就不是說要派錢給他的 就要等他有一個呢 真實的發揮的機會 是有個多元的就業的選擇 這個才是真正幫到手的地方 那這個我們覺得在這個產業政策方面呢 政府有做到一些事情 但是仍然呢 是沒有看到一個很具體的成效的 那你會看著那個科技員的進度 還有呢 防止他 一定不可以讓他呢 淪為這個數碼港的翻版 數碼港呢 極之惡劣的示範 搞創新科技變成搞地產項目 這個不行的 好 還有沒有其他的提問或意見 好 謝謝 谢谢大家